大家好 下面我们来讲解创建植木门 植木门是有两个平面门的组合 在门窗表中 它是作为一个单个的门窗进行统计的 那么在我们门窗这里 执行门窗命令之后这里有植木门 查植木门选择它之后 紧接着我们这里设置它的参数 植木门的样式我可以选择 比如说是植木门 选择哪种样式 选择这种两个门的一个 平面 门 这里我们选择还是植木门 在这里是选择 这里一个 大门样式和小门样式 我选择大门的样式的话 门 植木门 大门我选择一个 这种效果 小门 样式 我选择另外一个 效果 OK 然后编号 我自动编号 这里查出的方式 我在这中选择这种 大门宽 1800小门宽 1200门高 比如说门高为 240 然后在这之中 查出 查出一共 OK 你看 这就是我们 这就是我们 查出的一个 植木门 当然 我们在这个位置 我们切翻到 新兰等轴 的视图 和这个开电视觉模式 你可以观看一下 我们当前这个查出的 植木门效果 OK 这就是创建 植木门的方法 之后 我们下车了 我先走 过来 我们下车了